大家好 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 百米清水 亲爱的观众 收听今天的分享 2023年生肖鼠舌的好运在哪里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运气 能够提升到更高的程度 这样我们的活动 就可以少一些困难 也强调了做任何事 都要有好运的重要性 增加我们的好运 当然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实现 一个更好的例子是问代表 十二生肖的蛇 在2023年会发生什么 大力方向 鼠舌人在2023年居住在西北 这给了鼠舌人最大的优势 就是财富的增加 进而提高了生活水平 提高了生活质量 谢天谢地 鼠舌人今年的财务状况 有了显着提高 他们在这一年得到了财神爷的庇佑 这意味着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赚钱 积累更多的财富 因此 生肖鼠舌的人在面向西北时 有可能会遇到额外的好运 注意事项 鼠舌的人在2023年的运势会非常好 能够轻松完成上级交代给自己的职责 在这一年里 他们也会接受一些培训并获得额外的知识 这将使他们能够更有效的将所获得的知识应用到他们的工作中 生肖舌的老板会对他们很尊重 会给他们布置更多的任务 也会给他们介绍很多工作上有影响力的人 这会为生肖舌开创自己的事业做铺垫 当然 他们也要注意自己的生活 因为在2023年 他们会有很多好运 提运建议 舌年出生的人 2023年运势不错 投资股票或债券的人 财运不错 另一方面 由于关锁的影响 你会遇到一些经济上的困难 如果处理不当 您可能会失去所有财富 如果你有足够的储蓄 你不应该让人们太容易知道你的财富 相反 您应该保持低调 如果你的任何亲密朋友或家人需要你的帮助 你应该尽量避免给予 但是 如果这不可能 您应该尽量减少贷款金额 以免造成任何额外的损害或损失 因此身为毒舌者 应谨慎行事 因此 鼠舌人将在2023年迎来格外幸运的一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